欢迎回到美国之音V&A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4月15号台湾民进党正式提名党主席蔡英文参选2016年的台湾总统大选 蔡英文在找回自信点亮台湾的提名演讲中 批评现任的国民党政府把人民党在门外自己关起门做决策 而政府错误的决策却由人民直接承担痛苦 她提出2016年的选举不只是政党轮替 而是改变旧时代治理模式的一次选举 在两岸关系方面她则表示将推动两岸的交流立法 蔡英文时隔4年二次参选 她的这些竞选纲领能否赢取选民的心呢 蔡英文如何补救4年前让她失利的两岸政策呢 如果蔡英文赢得大选将对两岸的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今天这个话题邀请到两位来自台湾的嘉宾 来到演播室参加节目讨论 一位是民进党籍的台湾立法委员林戴化 林委员你好 组织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 前连胜文竞选总部发言人张思刚 大家好 谢谢您好 大家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 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 一起来参加我们话题讨论 首先请林委员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次民进党又推出了蔡英文 那么蔡英文我们知道四年前她是失利的 那么这次又推出来是因为党类没有更好的人选了还是说民进党对蔡英文有足够的信心呢 我想蔡主席目前是我们最好的人选而且从各方的民调也显示即使是跟国民党目前台面上有不管是有自己表态或者是这个媒体上所点名的国民党的人选来讲一一的比对我们蔡主席还是在民调上是一直是稳定领先的 所以我想经过我们民进党的一个执政 那包括再次的失去政权 那其实今天我们民进党再起其实我们有很深刻的讨论 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在第一次执政之后继续的执政 其实这当中我们对民意的呼应以及民意对我们的一个期待 我想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调整 从蔬主席到现在蔡主席在我们跟民意的一个以及社会团体的一个连结上来讲 我们其实是很公开透明而且直接有自信的对话 所以蔡主席会是我们民进党最好的人选 也是我们未来2016年台湾总统最佳的人选 好的 张先生请您来回应一下就是国民党内部对蔡英文这样的一个竞选者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想蔡英文代表民进党参选不是新闻的 事实上从大概两年前开始 大概已经蔡英文确定会继续代表民进党参选2016 重点是说他这一次的参选跟前一次参选的差异点在哪里 比如说像外界所关注的两岸政策这一块 那他这一次是能够更清楚的来表达他的看法 而且能够让外面理解跟接受 因为根据最近的一次民调看起来 大概也有38%的民进党支持者对于蔡英文的两岸政策还不是那么明确不是那么了解 那当然对于其他的国内的政策 比如说像是税改的问题也好 或是像一些年轻人的未来的发展 还有一些房地房产的问题 特别是房地产的上升造成大家很大的痛苦 像这一类的问题是不是蔡英文能够也拿出一个解决的方案 我觉得对于在野党来说说现在情况不好其实很容易 因为我虽然是执政党的成员 我是执政党党员我也知道现在情况不好 但是未来谁有办法拿出有效的政策来解决现在的问题 我觉得这才是关键 那在这一次的4月15号的这个演说里面 我们大致上看还看不是很清楚 蔡主席在未来的竞选政策跟竞选的方向 还有未来他对于台湾的治理要带往哪个方向去 那也许选举距离投票时间还早 还有大概八九个月的时间 那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再陆续看看 有没有新的这个牛肉可以端出来 林委员我想接请教您 因为我们知道说从上次的大选到这次大选当中 经历过一个很大的事件 就是这个太阳花的血运 那后来我们又看到有这个五都大选 结果出来是绿营跟这个台北市 那边是柯文哲是五党籍的大胜 所以说在这个经历这些事情之后 我们知道当然太阳花是因为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黑箱服帽他们用的这样一个口号 那我们看到蔡主席这次参选 他也再次强调说 他一定会来做这个两岸的监督条例的执行 所以是说在这个两岸关系上面 他也讲了说两岸关系不是国共关系 未来也不是民共的关系 所以在两岸关系上面 在两岸的经贸上面 他打算来怎么做呢 我想对于呼应我们现在的民意 其实公开透明 这个是我们蔡主席 对于我们任何未来的公共政策的一个原则 跟民众共同的一个原则 就是公开而且这个透明 所以对两岸政策来讲 其实是对于这个程序上的一个黑箱作业 从福茂来讲 他之前是透过这个国共论坛 然后再由两会 就是海基会海协会的一个背书 然后呢这个没有经过国会的一个监督 直接就要在行政院核准 所以这样的程序是引起大家的反弹的 那所以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黑箱的程序来讲 所以反映的就是民众因为公共政策的不透明 而有对年轻人对他未来的一个担忧 所以引起了这样子一个太阳花的一个社会运动 那这个也更反映在我们这个上次的 才过不久前的一个九合一的地方选举 那我想这都是民意的一个反扑 所以在未来两岸政策上 我们也是秉持公开透明 所以希望制度 谁来执政都是一回事 但是我们有很明确的这个法律可循 他的个程序是可以受民众监督的 所以在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我们也正式的民进党正式的决议 在把这个两岸监督条例 列为这会期的一个优先法案 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的一个决心 公开透明 让任何的一个区域经贸的一个谈判 他不会只有这个在这个符贸之下 现在要谈判 包括未来要谈的这个货贸 放租任何台湾目前未来要积极加入的 这个经贸组织的谈判 我们都会是在这样的一个 公开透明的一个法治程序下 来让人民 跟人民一起来打拼 那张先生我想接着请教就是说 国民党方面的当然 所有的两岸政策 一个基础就是所谓的九二共识 那我们知道这个马总统 也讲了很多年了 那但是我们也看到最近 所有九二共识应该是一中各表 但是我们看到像年初的时候 这个双向元升旗的时候 升了这个 青天白日满立红的国旗 去遭到这个中国外交部的 严正抗议跟指责 那我们也看到这次台湾 以这个所谓中华台北 这个民意要加入亚投行 结果也是被拒绝了 所以九二共识到底 是不是真的能够走得通 所谓的一中各表 真的有一中各表吗 我想这个问题很大 要谈两个层次 第一个中共外交部 什么事情都抗议 只要是中华民国 有机会在国际上露脸的 然后有机会来表达 自己的主权 自己的主张的 中国外交部 什么时候不抗议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抗议 其实我们不必放在心上 重点还是说 对于九二共识 这样一个看法 目前来说九二共识 坦白讲是北京 或是华盛顿这边 还是台北这边 共同的一个共识 那两个问题 北京看的是一个中国 台北看到的是一中各表 因为台北看到一中各表 是说我的一中是中华民国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好 那所以我们现在 既然两边对一个中国的 没有办法提出很好的定义 互相也没办法接受 对方的一个中国 那不然就在这个时候 大家各说各话 但是对于两岸之间 有益的事情 比如说像旅游 交通 那不管是蓝绿 不管支持的蓝绿 或是蓝绿政党 都会因为这样的 有关民生的两岸的 互相交流而获益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就要 一起共同去做 这种低度政治的 跟民众有关的 跟互相的利益有关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不要去无限上刚到政治 我觉得我认为 我是这样的看法 那至于后面 说会不会谈到什么 互不侵犯 或是和平协定 我觉得那个现在来看 有点太远 有点太远 有点不切实际 因为和平协议的基础 是什么 是维持现状的基础 永久不变 我觉得这一点上面 我觉得大家两岸之间 还有跟美国之间 是没有共识 林委员 谈到这个九二共识 我们看到4月15号 蔡英文在她的竞选 参选的声明中 对九二共识 其实是不否认 也没有承认 所以很多人认为 说九二共识 仍然会是蔡英文 在今后的参选中的 一个重大的挑战 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不认为是个挑战 现在两岸关系 就我们国内的民情 台湾国内的民情来讲 马政府他号称 他在两岸的政策 是有史以来最和平的 可是在ECFA签订之后 整个经济的表现 其实是不如 我们不如他预期 那民众也没有感受到说 因为我两岸的这个 这么密集的一个 经贸的往来 那我们全民有受益 反而是在特定的财团 特定的政治人物上 有得力 所以其实在两岸的 关系上来讲 就一个政治层面 跟经济层面来讲 这个对台湾并没有 目前民意所需来讲 并没有那么大 我不认为他会在2016年 跟2012年这两次的总统 在未来跟过去再相比当中 两岸的这个议题会是 很最具主导性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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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蔡主席 其实我们党内 大家的公司就是维持现状 好 这个现状就是 我们不会去挑衅 好 那我们也不会去 对于相关的一个政治上 我们会去对 这个 中国这边有做任何一些 这个刺激性的言语 就是维持现在的状况 那经贸的关系 能够在相关的法规面当中 一些非关税的障碍 我相信这个希望两方 都能够提出诚意 那在这个政治上去谈 这个两岸的关系 我觉得是 不具有任何的意义 刚才已经提了 但在经贸关系 或者文化的交流上 我其实就是要 现在的这个状况 彼此去处理 但是现在民意最重要的是 对我们国内经济的振兴 这才是重点 在马总统他现在的思维是 希望借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崛起 而来救台湾的经济 那现在这几年 将近八年的一个执政 证明这条路走不通 所以台湾只有自己本身体质 要调整变强了 而且能够多元的 在这个经贸的网络当中 政府努力的跟我们民间 一起来铺陈 所以我想这才是自己体质强 第二个我们的 这个整个经济网络的一个多元化 这才是现在能够 救台湾经济的一个 最高的一个 我觉得是现在能够 唯一走的最高的一个原则之所在 因为我加问一提 就是说 因为你刚提到说 所谓这个经贸多元化 你记得2012年 蔡英文参选的时候 曾经说过 她说台湾不是应该 从中国走向世界 而是应该从世界走向中国 现在民进党的所谓的 国际的经贸政策 还是一样的吗 是我想蔡主席她的一个谈话当中 她也讲了我们新的一个经济的模式 那确实在我们非常积极的希望 一颗蛋不要放在 这个 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因为这个已经证明是失败 而且有高度的危险性 所以如何把台湾相关的优势的产业 能够积极的 能够退销到全世界去 那当然台湾目前的经济实力来讲 其实在经贸还是 占我们台湾几乎整个GDP的 整个出口的 进出口的贸易 其实是占我们GDP的几乎将近百分之八九十 所以外贸还是台湾 这个每一个产业 政府都要决心带着我们的产业打世界杯 这个所以是我们今天希望增强自己的 调整自己的高附加价值 不管它的这个高科技产业 或者是我们的传统产业 唯有转型走高附加价值 然后在整个世界的网络当中 多元的政府多元的带着我们的业者 出去打天下 我想这个才是正办 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很多的观众和听众来等待 不过在接听观众的热线电话之前 想听一下张先生对刚才林委员表述的 这个民进党关于九二共识的这个表述 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这个次的选举 这两岸关系重不重要 我知道民进党的朋友是希望降低他的重要性 民进党的朋友是希望把这个焦点议题 放在国内的讨论 比如说是贫富差距的问题 比如说房地产高涨的问题 但是总统不是地方首长 总统他最大的一个权责是在处理国际跟两岸 还有些相关的国安 包括国防外交这些等等 所以这一块的能力才是我们今天选择 总统一个最大的考量 当然内部的治理也是考量之一 但是毕竟内部的治理比较来说 没有像国际那么复杂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 国际外交这一块 国际两岸这一块 我觉得到后来还是会被拿出来讨论 特别是北京跟华盛顿 对这个问题十分的重视 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谈到经贸的 其实我也蛮支持 就是说我们不要只放一个蛋的在这个大陆上 我们应该把产业外移 分散它所有产业的风险 但是有一点点困难就是说 因为过去的15年里面 中国大陆是世界经济成长的火车头 你相信很多的这个国际型的产业 几乎都靠着中国大陆的成长 而一跃而上 比如说像德国的福斯汽车 它如果没有中国大陆市场的话 它今天还是远远落后于丰田 但是因为最近20年的这增长 让它跟丰田之间 已经处于伯仲之间了 甚至可能取代丰田全球第一的地位 所以在全球的大型的厂商 都在往中国大陆去做投资 去做发展去开拓市场的时候 我们台湾是一个 在国际分工产业里面 是依赖大型的厂商在进行的 所以你很难不去介入到中国大陆市场 现在只能说 是不是除了这一块之外 我们能够借透着其他的 比如说TPP或是RCEP这种协议 能够让台湾参与在里面 让我们的市场能够做到分散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台湾是超党派的 怎么样去让我们的产业 能够在全球能够获得发展 我觉得是超党派 我觉得这一块是蓝绿 可以共同合作的事情 这两天也是一直看着 好多台湾学者在讨论 是否台湾应该站在大陆 现在看来是一个经济巨人的肩膀上 去继续发展 如果这个话题可能 这个讨论可能会继续下去 我们现在线上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 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 首先请辽宁的常先生 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常先生您好 好 好 嘉宾好 我想做一个中卫人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 也是中华民国的台湾 中华民国的台湾 他不可以像民进党那样 说是台湾 那不可以 如果那样就像习近平说的 那就可以了 地动摔摇 我已经六十多岁了 台湾不可以分割 他是大陆的 是中华民国的 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好的 谢谢辽宁的常先生 我们已经明白您的意思了 接下来请辽宁的孙先生 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孙先生您好 是我吗 是的 请讲 我想啊 就是蔡英文竞选2016 只要是台湾的人民的话 看清楚一点 他不会答选 因为作为一个政治家 必须前后有自己的执政理念 因为现在他始终看着 美国人民脸色 作为一个政治家 说中国现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么强大 说在未来 怎样和大陆的话 搞好关系 说我们走民主宪政 走两岸的话 各种各地道路都可以 但是的话 如果一个就是和美国暴争 只能给大陆 带来更大的麻烦 比方说南海问题 这都是他需要考虑的 作为同时 中华民主的严分子孙 一个国家 一个的话民主 应该的话 在南海这些方面 不将和大陆配合 各种各地路 也没有的话 大陆没有的话 说武力政策的决心 因为的话同样都是 无有少年 都是在的话 和平对话 两岸共揚的情况下 才能找出一条真正的路线 好 谢谢 所以台湾的话 是民党 始终的话 坚持的话 才有的立场 摸棱两可 唯一的话呢 你将那个服贸协定 谢谢聊天的孙先生 我们时间有限 就先让您发言到这里 好吗 我们接下来请四川的彭先生 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彭先生您好 四川的彭先生 主持人好 我谈一个观点 蔡英文 要真当选 2016的总统 千万不要忘记 不能搞太多 搞太多就是把台湾 带入了灾难 你们主持人 和两位民进党的嘉宾 我一奉劝你 你们那个观点 我很不赞同 聪明的蔡英文 不管是国民党执政 还是民进党执政 要一个理性的 一个政策观点 和大陆共产党谈判 要必须统一 谈判以后 究竟怎么成立国家 怎么领导 怎么能够 怎么能够 有人民选与 这这 我赞成这个观点 要说你要是搞了个台多 那就带向战争灾难 我也是一个老军人 农民主持人军人 好 谢谢四川的彭先生 您的意思我们已经明白了 我们时间有限 就让您发言到这里 接下来请辽宁的高先生 简短的发表一下 您的看法 高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请讲 嘉宾好 那个 蔡英文旅游当选总统的话 他应该放弃台湾独立 承认九二共识 也应该学习国民党 不同 不读 不读 但是呢 要理直气壮的 不要像马英九那样 低赛下士的 不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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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呢 他国民党现在 为什么现在 执行这八年越来越被动 就是因为他并没有 说像他说那样 不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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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低赛下士 所以说呢 国民党就造成现在被动的局面 给蔡英文造成了一个竞选 那个总统的机会 另外呢 民党由我当选总统了 应该和中国大陆在军事上 在军事上搞好互信 不要看美国人的演出形式 谢谢 好 谢谢辽宁的高先生 我们最后请广系的瞿先生 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瞿先生您好 你好 喂 请讲 是我是吧 是的 是这样子的 我就简单 发表我的意见好吧 我认为两岸统一 可不可以搞联邦制呢 就是搞国外的 比较成熟联邦制 可不可以呢 就是大陆跟台湾 是两个不同的国家 合在一起个主体 好 谢谢广系的 大陆叫中华联邦国国 台湾叫做中华民国 这样子可不可以合在一起呢 这样子 所以大陆国际是我们共同处理 好 谢谢广系的局 鞭先生我们一会儿呢 请我们的嘉宾来回应一下 我们先请林委员回应一下 刚才好多个观众 谈到了这个台独的问题 这个也是两岸 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 那么有一个观众说 不能台独 如果蔡英文上台以后 另外呢 蔡英文在这个独 还是不独的问题上 一直是比较 就是没有清楚的表述 请您给我们谈一下 您的观点好吗 对于台湾目前的一个政治现状 其实民进党已经表述非常清楚了 那在整个我们党纲的这个严格来讲 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是1990年的台独党纲 另外是1990年 然后第二个阶段是1999年 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 那一直到第三个阶段 是2010年的正常国家决议文 所以说目前 我们有到现在的正常国家决议文 其实台湾前途决议文 跟正常国家决议文 其实它表述了一件事情 核心的问题 未来台湾的前途 由台湾2300万人民去处理 不管是要读或要统 这都是要在台湾人民的一个决议之下 才能决定台湾的未来 那包括在之前美国的前总统 这个克林顿有类似这样的谈话 当然他整个的逐质 我并没有办法去记忆他 但是如果说台湾的问题 绕过台湾的这个著名的意见 来决定的话 这似乎也讲不通的 在克林顿的一个前总统 在美国前总统 有类似这样的话语 所以我强调了还是 台湾目前其实现在的主流价值 我们一直讲到这个世界的主流价值 就是民主 民主就是当地居民他的表态 他对于台湾这个国家 他未来要怎么样的一个走向 其实就由台湾这边的住民来决定 这个是所以对于有没有台独这件事情 其实已经是过去了 而是在台湾的这个自主权来讲 这个才是现在我们台湾人民的主流民意 想听听张先生的意见呢 是 首先我不是民进党员 我是国民党员 观众已经搞错了 没关系 再来我看 我觉得台湾现在并没有条件 去处理到统独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马英九讲的不同不武 基本上就是一个现状的最大化 我们讲说中华民国这个国号 虽然我知道民进党有一些传统的支持者 对这个不太喜欢 但是我相信对于一些像委员 或者像一些民进党的开明派 或者务实派 基本上已经可以同意是 中华民国是两岸三地政权 最可以接受的一个 叫做一个交集 一个交集 那我想蔡英文很清楚 她今天选的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她不是选台湾共和国的总统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 法理台独也好 或是什么国权议文也好 基本上都是为了民进党的一个台独 党要去做解套 就做解套 因为民党必须面临到 她传统支持者对于台独 我觉得是基本教义派的台独 这个理念要如何去把它化解 因为毕竟对多数的选民来说 中华民国还是大家 共同认识的符号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 未来我也不觉得会出现说 统独要投票这件事情 我觉得在未来 我短的不敢讲 长的不敢讲 我觉得短的在三十年之内 不会去出现投票 做要改变中华民国 这个国号的名称 我觉得这件事情不会出现 所以与其大家花脑力 花时间 花斗争 在这个国号上面 不如说我们接受一种 怎么样一个共识 在这共识之下 我们大家彼此和平的相处 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张先生我想再请教你 因为刚才林委员是解释 所谓这个台湾的这个前途 是由在这个上面居住的人民来决定的 我们相信说其实在这个 国民党立场也是一样 中华民国的前途 是由中华民国的人民来决定的 所以基本上这两个党的 好像基础上 其实是不是相同的 而且蔡英文这次在参选的时候 她也讲说 很荣幸接受民进党提名参选 中华民国总统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两位 如果是以这样子的立场来参选的话 国民党跟民进党 其实在两岸政策上 是不是其实很相近 我要强调一点 就是说马总统他现在讲的 这个不同不独不悟 包括我们民进党在我们自己的党纲 或者是在陈前总统 他讲的这个三部 这个一没有 其实差别是在于 民进党这边强调的是台湾的主体性 但是马总统这边 我觉得就我个人的 我纯强调我个人的解读 他会是在统一的一个基础上 去来对于这个现状 这个不同不独不 但是民进党这边 绝对是台湾优先 台湾主体性 去对于现状的一个维持 最后我们时间不多了 有一个问题 想请二位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如果我们假设 蔡英文在2016 真的能够当选的话 那么他对两岸的这些关系 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先请张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首先来讲一下 其实马总统 过去在八年的任内里面 或是他竞选期间 他从来没讲过 中华民国未来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 这种话语 就应该都没有讲了 所以我觉得统一这个选项 基本上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存在 那我觉得2016 如果蔡英文当选的话 基本上对于他的考验就是 北京愿意接受他跟他进行继续的谈判 而且在这现有基础上面 有一些其他更延伸的一个发展方面 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挑战 林委员呢 是 我想两岸的和平 以及这个区域亚太地区的和平 是民进党会的一项的主张 我们也觉得在台湾也应该在亚太地区 真的是国际的一个公民的一个角色 我们有一个绝对有要稳定的一个这样的责任义务在 所以我想对于 对于目前台湾要2016年 我们蔡英文蔡主席要争取这个总统 其实要南外还是得安内 对于台湾目前对于这个经济的前进 这个世代正义的问题 分配不均的问题 甚至在相关的主权流失的一个 一些议题上来讲 我想蔡主席他会有很负责的来因应 所以我想内政的处理 对一个国家领导人 任何放租世界各国 绝对要南外一定要安内 这也就是目前这个马云九总统 他认为他是国家的领导人 但是他对于民意上 他们的痛苦不愿意 以最急的事情 最重要的事情 最急迫的事情去面对 而导致他目前现在的一个窘境 即使他在一个两岸政策如何的阐述 但是经济状况除了数字没有办法呈现 民意也没有办法支持他 所以我想对于任何一个国家 他的领导人都是要对他的国民来做负责 所以未来当然我们也会很负责任的 针对国内的一些相关的经济议题 包括相对的公平正义的一些议题 我们一定会很负责任的带领民众 但是对于国防外交来讲 两岸的一个稳定现状 包括国防 尤其相对的在国防上 我们国防预算绝对会提高到 原来整个总预算的3% 这个是现在马总统 他对于国家主权的意志 他并没有在他的预算 在整个一个去呈现 所以这个都是已经民进党 一定的一个立场 包括我们的自治武器的能力 如何在跟这个相关的欧美国家 有一定的一个联系上 自治武力的人力上来讲 我们也绝对会去加强包括我们自己中科院 相关的研发的技术 包括可能我们的产业链的连结 这都是我们在目前在国防政策上 有一致的党内一致的一个共识 这我相信在蔡主席未来的竞选过程当中 也一定会很负责任的 来跟我们国内以及国外的友人 来做相关证件的一个分享 那么关于这些议题 我们在下一个环节讨论中 也可以进一步的阐述 实验关系关于台湾民进党候选人 蔡英文猜选的讨论就告一段落了 稍后我们将带领关注 台湾在美中经济关系中 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看